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喵哥 这段时间呢常常下雨下的比较厉害 而且经常是这个一下子下大雨 一下子又下的毛毛细雨 感觉这个昨天还在穿短袖 今天就得这个穿长袖 可能这个明天说不定就得加一个外套了 那么遇到这种多余天气呢 就有朋友这个问喵哥 说这个喵哥我这个雨刮器 怎么感觉只有三个档位 要么呢这个开在第一档 它也太慢了 开在第二档呢它也太快了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其实大多数的雨刮器呢 都有这个微调档位 今天喵哥就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绝大多数车子的雨刷开关呢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方向盘右边这个位置 当然了你也是遇到那种特殊车型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这个雨刷这个地方 都会标明这么几个开关 一个是这个前档喷水的一个符号 还有就是一个档红玻璃 一个雨刷这些图标 同时呢由于绝大多数车子 都是英文的这个仪表盘 所以这个在里面的这个 也标了这么几个英文 上面是这个单次 下面是这个自动 自动呢又分普通档 这个低速档和高速档目几的模式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需要注意了 假如你的雨刷 带来这个微调功能 在这个档位旁边 它会有一个可以旋转的 大家看到 就像喵哥这个样旋扭 有些车在中间 有些车在这一头可以旋转 反正呢一定是可以旋转的 然后旋转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箭头 箭头下面 先对应的会有一个三角形 强度指示的一个符号 一般情况下这个越宽 代表它间隔时间越长 然后这个越窄 代表它间隔时间越短 我们平时在用雨刷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是我的雨刷的处于这个关闭状态 如果雨下的非常非常小的话 可能这个一分钟两分钟才刮这么一次 那么我只要 只要使用单次这样的话 往上面推一下 它就只动一次 你推一下它动一次 不推它就不动 所以这个是属于纯手动模式 如果这个雨下的稍微大一点点 我需要使用自动模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就有三档的自动模式 第一档就是我们说普通的模式 普通的自动 而这个自动呢 它的间隔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 每个车的可能间隔时间是设置不一样 但是都是比较长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一档的间隔 它赶不上这个下雨的速度 第二次刮的时候 这个前档和玻璃镜非常模糊了 再往下面扒的这个低速这么一档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低速这么一档 这个时候我发现低速这档 这个速度太快了 这个加上它有响声 而且刮起来哗啦哗啦 我难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往回面退一档 依然让它用到这个普通模式 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微调往下面调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间隔呢 就会在这两档中间进行这个切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最快的速度 它会比这个低速档慢一些 但是会比这个普通档快很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到 我现在在这个普通档 我再把它切回这个最低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雨刮的运行速度 可以看到它就比刚才这个慢了很多了 我现在把它微调的最快 可以看到 它的运行速度就快了很多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微调 有了这个微调之后 雨刷可以实现非常多的档位 当然这个地方描个也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有些车子这个微调这个档位 只针对这个普通这一档有效 到了高速或者低速 这两档都是无效的 但有些车子呢 这两档都有效 所以说它会有区别 还有一些车子价格比较便宜 它减配减的比较厉害那种 它连这个微调都没有 那么就只剩下这几个档了 普通低速和高速 然后当次整个这个旋钮它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下雨的时候 如果感觉这个雨刷的速度 跟下雨的速度不匹配的话 看一下自己的车子上面的这个旋钮和这个拨杆 有没有这个微调 大部分车子都有这个微调 相信用好了这个微调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匹配到合适的速度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在下雨的时候 如何让我们的雨刷 跟下雨的速度做到一个合适的匹配 这样的话 避免没必要的多余操作 如果你觉得这个喵哥跟你讲明白了 给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你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